刚才看到这么一个帖子,有这么一个提问 他说呢,有多少母女是这样的模式 很多人都会提到,和母亲一旦通话 信息往来后,便会有强烈的焦虑感 这个非常典型 母亲把自身的焦虑情绪和价值观 一股脑施加给女儿 即使你身处十万八千里地之外 平静的生活,哪怕你平静的生活 你也就是立刻让这个女儿 这个母亲让女儿立即找到这种熟悉的恐慌 恐慌感,慌慌不可终止的那种感觉 母亲就通过她 就通过这种传递焦虑 重拾这种母女关系的掌控管 掌控,这种权利欲的释放 而女儿呢,需要做到课题分离 才能抵御这种负面情绪的袭击 然后这有女网友就开始评论了很多女网友说 第一个说 每次和妈妈吵完架我都很想死 一方面呢,是强加给我太多的 这个她的情绪和痛苦 一方面呢,因为她是我亲妈 她对我付出过,她养我长大 这吵架呢,让我感到很内疚 这就让我这种精神很撕裂 还有一个评论说,说到孝道重建 这个女性要非常警惕父权家庭里的母亲 她是她 就是说,母亲是父亲,绝好的打手 女儿呢,总是会对母亲要格外的体恤啊 心转呢 可这恰恰是一个暗无天日的陷阱 因为贪图那一点点温暖 掉进永世不得超生的牢笼 你要看透你父权家庭里啊 母亲那含泪的哀怨的双眼 背后是她这个父权 还有这网友评论说啊 说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反过来 年轻人呢,都是报喜不报忧 啊,这个父母呢 这倒是一股脑的把负能量倒给孩子了 他爽了 嗯 还有的这个网友评论说啊 说被亲情期盼束缚啊 又不敢也不愿真正的逃离啊 毕竟原生家庭也不是很差的那种啊 也是受了宠爱长大 但是呢,催婚欲的催婚催生的话题啊 横跟在这个两代人之间啊 明明是血缘关系最亲密的两代人呢 却逐遍演变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看来这是逼婚逼孕的 这逼生真的是太厉害了啊 还有一个评论 我觉得挺有点这个意思的 很有价值 他这么说的 说父权文化里的母亲呢 还有这些表现 第一呢 自己啊 能力啊 性格啊 背景啊 配偶啊 等各方面啊 都比不上其他女性 啊 却要求那女儿啊 在父母没有提供资源的前提下啊 帮她征回所有的面子 而且呢 把所有压力啊 都直接和间接的 倾倒给女儿 第二点 是自己一有什么动静啊 巴不得呀 自己的整个家族 全家 包括这个父亲的家族都知道 完全不考虑到 其他人呢 这个亲戚啊 有可能是吸血的 我就想到我自己的 这个 自己的案例吧 其实我亲妈就是这样的傻子 就是这样的母亲 啊 就他呢 这个 在四十岁不到的时候 在贵州的兵工厂啊 就生了癌症 啊 非要跑回呢 他的这个北方的老家 啊 搞得呢 他自己的家族 娘家和他的婆家 两个家族人都惊动 啊 自己出事呢 你自己落难呢 你说你不能自己担着啊 非要把担子甩给亲戚啊 因为什么呢 我妈的这个思维是什么呢 她认为啊 平常啊 我也没有少送钱 也没有少送礼物啊 维系的这种家族的这种 这种宗族的关系啊 甚至是超出他的收入和能力 你想啊 那就在被鼓掌当一个 军工子弟学校的老师 他能有什么钱啊 我爸也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冰工厂的这个 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的 这种技术员 他能有什么工资啊 就是好像是第一个月 好像是28块 是几块啊 就是80年 我想说80年代出嘛 70年代没有嘛 然后呢 就是我父母都是这种 超出自己能力和收入 拼命送 那口子啊 就为了这个亲戚那两句 就是想占他们便宜的这种公为话 好话 啊 你们考出去了,你们脱离农门了 鲤鱼他有农门了,你们不是农民了 脱离农业了 他们就飘飘然了,就喜欢听这种话吗 虚荣心作祟 纯属虚荣心作祟 然后真等到他们落难了 等到我妈落难了 我妈和我爸就觉得亲戚就该回报自己了 结果呢,亲戚全都是对着我这样的孩子 没妈的死妈死早的孩子落井下石的 就没有一个说是把我给打牢上岸的 尤其是我老舅,这个戏精 冒括号子假慈悲一下下 然后对我啥表示都没有 你他妈倒是收养我呀 你觉得我爸是娶了后妈 他就亲爸变后爸 那你就把我收养了不就得了 你亲救我是吧 你受了我妈那么多恩惠 我妈给我姥姥的钱全部被他收过去 结果呢 我老舅就光在那里天天的一看见我 一看见我红眼圈 就抹眼泪 你他妈倒是满足你溃带你老姐姐的情绪需要了 然后呢 你倒是几个情绪发泄了 发泄完了就完了 对我啥表示 对我妈死早的可怜倒霉催的孩子就啥表示都没有 我就觉得我妈这种人呢 其实就是不懂人性的傻逼嘛 你脑子被驴踢了吗 所以说我长大后现在我从同所有亲戚都绝交了 你们以前不在乎我我也不在乎你们的对吧 而且我还强烈矫正了我妈这个人呢 虚荣性特别强的这种丑毛病 我也根本就不需要你们谁恭维我 谁夸我 我也不可能对人就说超出我能力范围的过度的 过度的这种送钱送礼物我来维系什么关系后办事啊 我一定会适可而止的 我也不需要维系一个所谓的庞大的这个什么亲信的宗族啊 来获取什么保护安全感啊 反正我又不活在农耕社会里啊 完全没必要嘛 就像我父母那种啊 第一代脱农的啊 这种也不叫知识分子 不过就上个大学而已啊 这种脑子里的这种农民意识啊 其实还挺浓的 你想啊 像这个亲戚啊 到了这种八十年代初啊 其实他们已经是从农耕社会开始转向这种城市的商品社会 其实都是在吸你血的 农耕文化也就沦丧了 农耕文化那种宗族文化啊 什么要辅助孤若啊 没有这种组织能力 他怎么可能来辅助你呢 然后呢 我父母都是他们家族里 就是各自的就是比较偏小的那一个 不是最小但是偏小啊 他们就本能的就对这什么大哥大姐就有种依赖感 就说哎 大哥大姐你得拉我一把 就想到啊 那个大哥大姐人家凭什么就拉你们 人家不你们的孩子是你们生出来的 不是人家生出来的 凭什么人家就养你的孩子呢 对吧 我我我我站在这个 我大伯的角度站在我大姨的角度 我也是觉得我父母做的是非常的不懂事 当然呢 这个这个这个呢 也是因为呢 国家不管 那个时候还是国家公有制 就完全没有私有制这么这么一说啊 就是他们都是国家正式员工啊 其实像我们家落难了 其实国家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应该管的 但是呢 中国的国家公有制啊 只是把人当成奴隶来用啊 普通等级的奴隶呢 一旦丧失了劳动力啊 自然就扔掉啊 你就等死吧 什么辅助都没有啊 一个奴隶啊 病倒啊 住院啊 还需要另外一个奴隶来赔床 家里呢 两个小奴隶呢 就不给管了 就就就就 当成垃圾就扔掉了 就自殊自灭吧 啊 就其实你我然后后来我又不是出国 我就看到外面的世界吗 我就发现呢 欧洲的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 还有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国家 都没有说这么对待劳动者的啊 我如果要生在这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 比如说我妈病了 也不需要搭进我爸啊 去医院陪床啊 我爸还上着班呢 就把工作还得这么停息留职啊 这个因为呢护士都包揽了 这个病人的车和拉撒税 都已经包揽了 就是这种服务都已经在在里面 哪怕他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就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已经包的 然后呢 哪怕呢 我父母不在家呀 然后也有什么儿童局啊 这个福利机构啊 去来托管 托管这个遗孤吧 但是呢 中国呢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不就是国家体制 国家体制没有 并没有搞一个真正的 纯正的社会主义 然后呢 这个老百姓的普通劳动与遭难呢 就只能说去依赖 去身上去求人 我就想啊 这是人性其实是经不起折磨的 人性就那样 就很自私 你对我 你落难了 你不用想说让我牺牲我自己的什么 这个给你付出什么成本来拉你吧 你如果说你是这个走高处了啊 能让我占到便宜了 我当然会巴结你啊 你乱难了 我怎么巴结你啊 是吧 这不就人性 人性就这样 人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人性 所以说我长这么大 我就特别看不起这种 没脑子的这种傻子 尤其是我呀 我这被 我这前半生就是被我父母这样的傻逼 给害惨了 我整个童年 我就没有童年 我这我童年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所以说我就觉得人啊 这种母亲啊 你一定要长脑子 你当你觉得你hold的不住 他妈你就别他妈上这个项目啊 就像我妈你说你生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傻不傻呀